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师 那现在呢,我们正在学习的是HSK考前辅导课程 那我们这个是五级考前辅导 那这个课程呢,可以帮助大家复习和准备HSK五级考试 从而呢,在考试当中获得更高的成绩 好,那现在呢,我们要学习的是阅读的部分 我们现在呢,先看一下阅读的部分呢 一共是有三个部分 那么第一个部分呢,你会看到四段文字 在四段文字里边,你要选择正确的词和句子 那第二部分呢,是十篇短文 每篇有一个题目,那要选择一致的答案 然后第三部分是五篇文章 每篇文章呢,有三到五个问题 要选择正确答案 这个是阅读理解 那么阅读的部分呢,全部加起来 一共是四十五道题 那时间呢,是四十五分钟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大家要平均一分钟做完一个题 当然了,有的题目呢,比较简单 大家可能很快就做完了 但是,很多同学都反映说 老师,我觉得这个时间是不够的 我每一道题都需要更多的时间 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 在阅读的时候,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第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词汇量不够 词汇量不够 我们说呢,阅读 对于大家来说呢 首先的一个条件 就是你应该知道词 你应该认识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的HSK五级呢 有两千五百个词汇 在这两千五百个词汇里边呢 有一千二百个词汇是HSK四级的词 那如果你已经通过了HSK四级考试 可能你大概会有一千两百个词是知道的 那么还有一千三百个词汇是你没有 你不知道的 所以如果你打算考HSK五级 你应该要知道两千五百个词汇 如果你词汇量不够的话 这个是会有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你真的没有办法再去读 对,所以这个学习词汇是非常重要的 那很多同学呢 学习词汇的方法呢 就是用HSK五级标准教程 或者是HSK五级大纲这样的书 去学习词汇 那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 那要求是你的意思和用法 一定要都要很清楚 我们一会儿呢 一起会看一下怎么去学习词汇 这个两千五百个词汇是必须要学习的 因为我们在HSK五级考试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阅读的第一部分 它会有ABCD四个词 那这四个词都是HSK五级的词 所以如果你里边有一个词不认识 可能就会影响你做题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 这个是词汇量 所以如果你的词不够的话 你很有可能会出现读不懂的问题 就是这个句子有很多词 那其中有三个词我是不认识的 所以我看不懂 这个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好 那另外一种情况是语法基础差 语法基础差 就是在HSK五级的时候呢 大家是需要学习非常多的语法的 包括你在以前学习的HSK三级 HSK四级的语法 包括HSK五级的新的语法 那么在阅读考试的时候 在书写考试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的东西 考的不只是这个词的意思 你明白不明白 而且还有语法的问题 特别是书写 那如果你的语法不够好的话 可能你在做题的时候 就会出现非常多的问题 好 那另外一种就是缺少阅读技巧 那么在HSK五级里面 我们刚才说过了是2500个词汇 那实际上在真正考试的时候呢 不仅仅是2500个词汇 我们在冲刺课里边也给大家说过 还有15%的词汇是你没有学过的 是书里边可能没有的词汇 它在考试里边也会出现 那么这个时候它要求的是 在你阅读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词你不认识 但是你还是可以读懂 还是可以做题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 那么另外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 45分钟45个题 所以你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你读的速度要非常快 你要能够在很快的时间里面 抓到你要的信息 然后去做题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很多同学呢 在读文章的时候 就一个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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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去读 那结果就是做题的速度非常慢 很多题目都做不完 好 那还有一个就是阅读数量少 那么阅读数量少 就是平时大家在学习汉语的过程当中呢 没有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 就是你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读汉语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是日本学生 或者是韩国学生 汉语圈的学生呢 他会比较容易一些 但是如果你的母语里边是没有汉字的 那么你在学习汉语的时候 就会遇到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不习惯 你不习惯去这样看汉字 看在一起的非常多的汉字 那中国人因为已经养成了阅读的习惯 我在看这个的时候 我的眼睛是从这儿到这儿可以一次看完 就很快一秒一秒两秒我就可以看完它 我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 但是很多的欧洲美国的学生 或者非洲的或者是美洲的学生呢 在看这个的时候 没有办法像中国人一样 或者像日本人一样 就是一个眼一看 就马上这个句子就看完了 意思就明白了 这个没有办法做到 那为什么呢 当然了 是因为你的母语里边没有汉字 但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 你没有习惯去读这个汉字 所以你在学习汉字的时候 在学习词汇的时候 你不要只是去看一个词汇 你一定要去多多的去看一些文章 你要你要让你的眼睛和你的脑子能够习惯 我看到字的时候 我马上明白什么意思 我马上明白这个字和这个字应该是一个词 这个字和这个字应该是一个词 这个是需要大家去练习的 那这个练习其实并没有说特别特别好的或者特别特别快的方法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多去读 你习惯了你的眼睛和你的脑子都习惯了去读这样的文章 那最后你的阅读就会速度变得快起来 这个是没有什么快的方法的 就只能是你平时多去读一些这样的文章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缺少各种知识 缺少各种知识 那么在HSK五级开始呢 在考试的内容里边开始出现一些 比如说中国古代有名的人 有名的作家 有名的诗人 有名的画家 或者是在中国或者世界上有名的地方 或者是关于人的身体 或者关于自然的一些科学知识 一些science knowledge 那这样的知识 如果你能够了解的话 那你能够学习一下的话 其实对你的HSK五级的阅读 或者是HSK五级的考试还是很有帮助的 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考试的时候会看到成语故事 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的这样的故事 那么如果你在考试以前多去学习一些这样的故事 比如说我们有你可以在那个书店里面呢 买到非常多的成语故事 那么如果你能够去读一读这样的成语故事 你能够了解一下 在这个故事里边 谁做了什么 他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等等 如果你这个都能明白的话呢 那在你HSK五级考试的时候 如果你遇到了一样的内容 你就会觉得他非常熟悉 对你来说就非常简单 那么我们在HSK五级以前的考试里边 已经看到过了非常多的成语故事 所以在这里呢 也希望大家在考试以前 你在准备的时候 如果你有时间 你可以多去看一看这样的知识 或者是这样的历史 这样的文化 这样的科学知识等等 那这个一定对你的考试是有帮助的 那么另外 所以如果你词汇量不够 或者语法差 或者缺少阅读的技巧 或者阅读的数量少 或者缺少各种知识 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呢 那么就会导致读不懂 你看不懂 看了以后说老师我不明白 或者是读得非常慢 读得非常慢 或者是不会做题 文章我已经读懂了 我都会了 但是我没有办法选择出来正确的答案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这个就主要还是因为缺少阅读的技巧 就是你虽然可以读 可以大概的意思能明白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去更快的去做题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第一就是大家要在去学习的时候 一定要认真的学习2500个词汇 学它的意思和用法 那另外就是平时要多阅读一些中文的材料 积累中文知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呢 就是跟专业的老师来学习阅读的技巧 和做题的技巧 就是有的时候你在阅读的时候呢 你可能不需要每一个字都明白 你只要明白最重要的内容就可以了 那其实包括中国人在学习英语的时候 比如说我 我在学习英语的时候 我也有一样的问题 就是可能我给我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里面可能有10% 甚至20%的词 我是不知道什么意思的 但是我可以很快的读完这篇文章 然后我能够找到我要的信息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为什么HSK五级和六级的考试 要求大家速读 要求大家就是有不认识的词 你一定要你也能够读懂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在任何一个语言里面 不管你是学习英语 还是学习汉语 还是学习别的语言 你不可能学习所有的词 你不可能知道所有的词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学习语言更多的是 我们能够通过这个语言 去得到我们要的东西 比如说我可以跟别人去聊天 我可以去工作 所以我们要保证 可能有一个词我不认识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我们可以聊天 我们可以沟通 我可以看懂这个文章大概的意思 那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五级和六级阅读的部分 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第一要很快 要能够很快的找到你要的信息 第二就是有的词我不认识 但是没关系 大概的意思我能明白 我甚至可以猜出来 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五级和六级 这两个方面是最重要的 那老师呢就要告诉你 我们在这个做题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办法 可以让我们做到第一快一点 第二呢就是有的词我不认识 但是我能够猜出来 或者说有的词我不认识 但是这个题我能够做出来 这个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我会跟大家一起去说的一个问题 我们会一起来学习这样的内容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的是 你在学习HSK五级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学习词汇 我们说过呢2500个词 那有1200个词是四级的词 在这1200个四级词里边呢 可能你通过HSK考试以后呢 通过四级考试以后 有很多同学说 老师四级我已经考完了 而且我通过了 我考了200分 我考了240分 甚至有的同学说 我考了280分 那不管你考了多少分 那你的四级学完了以后 你大概已经知道了1200个词汇了 但是呢这1200个词汇里面 可能会有200个词汇 是你不太熟悉的 就是我虽然考试 我考过了 但是呢还有200个词汇是 我大概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用它 或者是说 我已经忘了它的意思是什么了 那这样的词也是有的 所以我们把1300个词汇 加上这200个四级里边 不太熟悉的词汇 放在一起的话呢 它们一共大概有1500个词汇 那么这1500个词汇 我怎么去学习 我怎么去记住它们 是非常难的 那么第一 我们通过 我们可以学习一本书 一本书 比如说可能你现在的大学里边 或者是说你现在跟老师一起在学习的一本汉语书 那么这里边的词你一定要都记住 那另外就是HSK五级大纲里边 那些2500个词 你最好是每一个都要看一下 那个大纲就是HSK五级考试的内容 它会告诉你 要哪些词你一定要知道 那那里边的词是要每一个都要知道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是 当我看到一本书 或者是看到一个词的时候 我要怎么去学习 那第一个就是 我看到了这个词 比如说爱护 爱护 爱护这个词呢 当我看到的时候 我要先去想一想什么 这里有一个字是爱 这里有一个字是护 那爱是什么意思 护是什么意思 HSK五级里边呢 有非常多的词汇是你可以分开 你可以看一看每一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但是呢 有的字是不可以的 有的词不能分开 但是有的词是可以分开的 那如果可以 你要想一想 第一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第二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它们在一起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比如说爱护就是 爱和保护 所以因为我很爱它 我很喜欢它 所以我要保护它 这个是它的意思 那么我们另外一个要考虑就是它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词 它是一个verb 它是一个动词 所以如果是一个动词的话 你一定要想 可以爱护什么呢 可以爱护什么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步我们再去学习一个词汇的时候 HSK五级 你不可以只说 爱护就是爱和保护的意思 然后完了 这个绝对不可以 因为如果你这样学习的话 对你的考试是没有帮助的 而且对你的口语也没有帮助 就是你记住了很多词 但是其实你不明白真正怎么去用它 中国人用这个词去做什么 说什么 你不知道 那其实学了以后跟没有学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可以说爱护什么呢 比如说可以爱护环境 环境是什么 environment 爱护环境 那么还可以说爱护花草 比如说大家在公园里边经常会看到这个词 爱护花草 因为花和草非常漂亮 它可以让我们心情非常高兴 我们非常喜欢它们 所以我们要保护它 我们要爱护花草 那么还可以爱护人 还可以爱护动物 因为小动物非常可爱 所以我们要爱护它们 那么在这个里边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了 如果我学习一个词的时候 我第一要知道每一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那第二我要知道它的动词 它是一个动词 还是一个名词 是一个 noun 还是一个 verb 还是一个 adjective 那然后还有就是 我要去学习这个词和哪些词是一起的 那么在HSK五级的时候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在学习HSK一级或者HSK二级的时候 对我们来说汉语是非常容易的 比如说我学习了喜欢这个词 to like 那么根据我的母语 我知道like喜欢这个词 我可以说我喜欢喝咖啡 我喜欢咖啡 我喜欢红色 我喜欢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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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难 只要我知道喜欢的意思是like 我就可以了 但是在HSK五级里边 如果我去查词典 我知道了爱护的translation 我知道爱护的翻译是什么 但是这并不能告诉我 爱护这个词可以怎么用 如果我随便用的话 那么常常都是用错的 所以在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 可以说爱护什么 这样的词一定要记住 而且这里边可能会有很多词 就是HSK五级的词 那除了这个搭配以外 我们现在看到下面有一个 有两个句子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学 我们要去记住一到两个句子 两个example 可以让我们记住这样的词汇 比如说第一个 在丈夫的爱护和努力下 他终于站了起来 那么这个句子是HSK五级标准教程 HSK五级standard book 那个文章里面 第一课里面有的一个句子 那这个句子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容易的一个句子 那么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学到了 我可以说在谁的爱护下 他做了什么 所以这个词的用法 我现在就可能会记得非常好 还有一个就是 动物都知道爱护自己的孩子 何况是人类呢 动物都知道要爱护自己的孩子 何况是人类呢 人类当然也应该这样 那么这个句子对我来说非常有用 第一 我可以明白爱护这个词的后边 可以说孩子 那第二是 何况是人类呢 何况什么什么呢 这个五级的语法 我也明白了 而且在考试的时候 这个词其实常常会考 因为它非常难 所以大家要去学习 在这个学习词汇的时候呢 不要只是学习词 你也可以试一试 找两个example 找两个例句 它可以帮助你去记住这些词汇 这是我们学习词汇的时候的一个方法 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我们看到了爱 我们看到了保护 那么我们其实在汉语里面 还有很多词 跟这个词差不多一样 那么这样的词 你也要注意去学习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了 保护 珍惜 爱惜 维护 等等 这样的词汇 他们里边都和它一样 有差不多一样的词 或者差不多一样的意思 那么在HSK五级考试里边 有的时候会给你这样的 看上去差不多的词 那如果你不能够明白 他们的区别 你没有办法做出来真正的答案 这样的问题在HSK四级里边是非常少的 有 但是很少 可是在HSK五级里边非常多 A 保护 B 珍惜 C 爱惜 D 维护 让你选择一个 有很多同学看到的时候 马上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说明什么 说明你在学习这个词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它和别的词意思差不多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第一次学习一个词 你可以一直学一直学一直学 那如果你第二次 比如第二遍 你去复习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把看上去差不多的或者意思差不多的词放在一起去学习 一起去复习 那么你要去想一想 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然后呢 你才能够更好的去记住它 那如果考试的时候看到了你才能够选择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因为你清楚他们是不一样的 你明白哪一个词应该跟后边的词在一起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个是保护 保护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让受伤害 就是我保护它 我不让它受到伤害 这个是我保护它的意思 那我们常常说的保护环境 保护视力 比如说我的眼睛 如果我每天看手机 每天看电脑 那我的视力就会越来越不好 我的眼睛就会越来越看不清楚 所以我要保护我的眼睛 保护我的视力 那还有可以我们可以说保护大熊猫 因为在世界上大熊猫的数量已经不多了 他们在山上生活的时候 他们是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比如说没有吃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保护他们 好 那么这是保护这个词的意思 而且和是保护这个词的后边 可以有什么样的词 那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爱惜 我们看到了爱惜 那惜的意思是不浪费的意思 那在这里爱和不浪费一起 那么我们可以爱惜什么呢 爱惜生命 爱惜时间 爱惜身体 爱惜人才 爱惜荣誉 荣誉是什么 honor 这个在HSK五级考试里面 是出现过的词 爱惜荣誉 那我们看到他们的意思 是比较近的 但是他们后边的词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么另外一个 珍惜 珍惜呢 惜是不浪费 那珍是什么意思呢 珍的意思是珍贵的意思 是treasure的意思 非常难得的 非常少见的 不容易得到的东西 我们要珍 那么 所以 爱 少 而且宝贵的东西 非常少 而且非常宝贵的东西 那么可以是什么呢 当然时间也可以 幸福也可以 还有就是健康 还有就是友谊 还有就是感情 还有就是感情 那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 他说呢 在全世界一共有70亿个人 所以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见面的机会 是啊 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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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之一 就是他们见面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既然这两个人见面了啊 那么说明他们的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那么如果这两个人不但见面了 而且成为了朋友 那么我们就要珍惜友谊 因为全世界有70亿个人 为什么你成为了我的朋友呢 啊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友谊 啊 这个是这个珍惜的意思 好 那下面还有 维护 我们可以说维护安全 维护秩序 维护道德 维护自由 维护统一 维护稳定 维护利益 维护荣誉和维护和平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的词是什么词 什么词 你感觉是什么词 啊 如果有的词你不认识 我建议大家下课以后去学习一下 这些词都是五级的词 或者是四级的词 一定要知道的词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词 第一非常abstract 非常抽象 第二呢 它是非常大的词 它不是那种一个杯子呀 一个大熊猫啊 这样的非常具体的小的东西 它是非常大的 自由 和平 是非常大的 非常高级的感觉 所以如果我们要去维护它 我们要去保 维护的话 我们维护的是非常抽象 非常高大的东西 我们可以用维护 那么后边这些词都是可以的 所以 那我们看一下 我学习了爱护这一个词 可能我就已经 一样一起学习了 保护 珍惜 爱惜 维护等等 这样的词汇 我都学习了 那在这些词里边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三个词 都是五级的词 所以呢 大家要注意的是 在我学习一个词的时候 我不仅仅要学习这个词 它是什么意思 它的词性是一个动词 是一个verb 还是一个down 还有就是 这个词的后边 可以有什么样的词 那还有就是 有哪些词 跟它看上去差不多 意思差不多 但是它们在用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区别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内容 那这个学习的方法 这个学习词的方法 不仅仅是对你阅读 是有帮助的 还有一点就是 对于你的书写 也是有帮助的 因为在书写的时候 你可能会看到一个词叫爱惜 但是你不知道爱惜 要怎么去说 怎么去写句子 那就有问题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同学看到爱惜的时候 爱惜 我觉得我大概明白什么意思 但是我不能够写出一个很对的句子来 这个是很多同学都有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里 我们的建议就是 大家在学习词汇的时候 一定要这样去学习 当然了 你如果要这样学习的时候 你肯定会用很多的时间 但是 HSK五级考试 并不是特别的容易 所以其实是需要大家 用比较长的时间 去准备的 而且 还有一点就是 有的同学呢 他说 我的目标就是通过HSK考试 所以我现在 非常认真努力的去学习 我每一个词的意思我都记住了 然后我去考试 我大概通过了 然后就OK了 我不管了 但是实际上 很多同学 HSK五级 180分过了 但是过了以后呢 你的口语水平是什么样的 你在你的生活中 用不用这样的词汇 很多人都不用 所以 我跟很多同学聊天的时候 他们用的词汇还是 HSK三级 和HSK四级的词汇 那么我跟他说 你的口语 没有你的HSK好 你现在说话的时候 别的人都觉得 你的口语没有那么好 这个是一个问题 就是 你虽然记住这个意思了 但是你并不去用它 这个词还不是你的 所以呢 你要注意的是 在你学习这些词汇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而且你要知道 这个词怎么去用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在学习词汇的时候 差不多所有的词汇 你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学习 我相信在学习完了以后 你会发现 你的水平有非常大的提高 这个是老师的一个小小的建议 希望同学们呢 都有时间能够去做这样的学习计划 能够把HSK五级的词汇都能够学好 那么有同学说 老师我觉得我现在差不多知道2300 2400个词汇了 还有一百个词汇我不知道 那么我也建议你新的词汇 比如说有很多同学在做题的时候 遇到了很多词不认识 我建议你如果你有一个词不认识 你就用这样的办法去学习 可能不太多 可能一百个 那这一百个词汇你在学习的时候 其实你复习了可能五百个词汇 那这个对你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呢 建议大家能够认真的去学习词汇 只有这样 你在阅读的时候 你的词已经够了 而且你知道它的用法了 那你在阅读的时候 才会读的比较快 而且能够非常明白 这篇文章的大概的意思 好的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来介绍一下阅读 我们介绍阅读的问题 和怎么去学习词汇 那一会儿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来学习一下 在阅读的第一个部分 我们阅读的地方 我们会看到一个短文 然后有几个问题 我们在做这样的题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办法 那什么样的办法 能够帮助你非常快的 而且准确的选出答案来 好的 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一会儿见吧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